疫情期间各大旅宿业萧条 住房率惨跌 但远雄越来饭店逆势操作 趁着半修馆期间 赤字数亿元 整修翻新设备设施和油气设施 预计在8月份会跟各位亮相 我们所有的大堂 以及全日餐厅全部都做翻新 那现在还有另外在做的是客房 我们会有另外的主题房会呈现出来 那个也是预计在8月份 会跟各位做一个新的饭店的呈现 我们等于是说把整个饭店都做一个全新的翻修 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进驻花莲的第20年 今年刚好满20年 所以我们预计让推出一个崭新的饭店的概念 那这一次的预算大概是花了3亿6千块 那主要是所有的客房 还有大厅餐厅以及活力馆 那当然园区的部分也有做 园区这一次历时4年大概花了2亿4千万 所以总共大概花了6亿 在做整个海洋公园以及越来饭店的一个翻新 远修越来饭店全新准修瑞奇活力馆 适合各种年龄层的孩子和大人一起来同乐 那整个瑞奇活力馆的设计的方面 我们是以家庭为主 对那我们会把这样的休息区 让家长有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可以休息 那我们在儿童馆这边有做分离的旅游 比如说我们有0到6岁的设施是比较低矮一点的 那比较小朋友攀爬可以使用的 那在6到12岁呢 那它就会是一个比较高的 它有两层 那小朋友有一个秘密基地的感觉 那在12岁以上我们有一个跑酷区 跑酷区就像极限体能王 我们按开始之后到结束之后按站顶 看一下您闯关的秒数 对那后面也有一个手作区 那我们这边会有所有的这个DIY的课程 那每一季会有不同的课程推出 那就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手作的感觉 当然的部分我们目前这边的话 就是让家长在那边休息 然后跑酷区就是家长也可以使用的 对那在我们的户外泳池也会有晚上的party 对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会晚上的party 然后会有一些酒水食物的供应 烤物的供应 对所以会让各个年龄层找到它适合的地方 今年暑假远修原来饭店结合海洋公园 推出暑期优惠专案 定房住宿海洋公园无限畅游门票 在疫情逐渐取缓之际 准备要迎接解封之后的大爆发旅游商机 解论会 从网上报道